在高山舞級的練習場上 老中青三代同堂 看得出來男王部落的凝聚力 是相當強烈 當然訓練也相當扎實 因為老人家就在旁邊盯著看 林青梅老師更是絲毫不放鬆 從他年輕的時候 他就背著錄音機 到處去做田野調查 把各族的鼓調都給錄了回來 因為那個時候 原著名的音樂跟舞蹈 都只在部落流傳 也都沒有推廣的想法 因此林青梅老師 才在男王部落成立了高山舞級 集合各族的精英 來傳承各族的鼓調跟舞蹈 而這些族群的舞蹈 也讓北南族的年輕一輩 視野更廣 氣度更揮紅 高山舞級剛開始的時候 創立的時候 我們的宗旨是在做傳承 要做傳承 然後集合各族群的精英 來練各族群的祭典儀式的舞 所以沒有針對北南族 也有把其他族群的 開始的時候就全部九族的 都一起 九族的一起 然後慢慢的 因為我們開始的比較早 那個時候其他的族群 還沒有舞團的成立 所以我們就到每一個族群 每一個部落去做田野調查以後 我們開始跳各族群的祭典的舞 然後就慢慢的現在阿美族也有了 現在排灣族也有那個藝術團體了 還有都有藝術團體 那我們現在就是因為住在這裡 我們就比較著重在北南族的舞 我了解 謝謝 沒有 有 你